娱乐圈的口碑是非常好的 一直都很低调 没有什么绯闻 这也是李小龙能获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了 其实李小龙在娱乐圈里面说过一名义子 他将自己的很多功夫都传授给了他 他就是樊少皇 他因为李小龙义子这个名义 就有很多的关注度 但是后来发展却让人失望 樊少皇的成名作品就是虚竹这个角色 当时他凭借着这个角色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大家都觉得李小龙的眼光是非常好的 后来因为出轨传闻樊少皇被媒体爆料 他的粉丝大幅度减少 婚内出轨这样的事情是零容忍的 后来他更是与妻子离婚 迎娶了当时新闻中爆料的人当老婆 这也是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所以后来樊少皇也因此的失去了很多好的资源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的电影干照上门 因为负面传闻的产生 后来樊少皇的演艺事业也就此停止了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了演艺圈的资源 接下了好多的商业演出 在街边卖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不过这也最终是自己的过失导致的 不然他现在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这样的结果让人觉得可惜又觉得不足为息 作为李小龙的义子 之后的玩景如此凄凉 是很多娱乐圈前辈都没有想到的 不过这样的遭遇其实与他自己也是有关系的 樊少皇的确是非常有实力的五大明星 但是出轨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是不能原谅的 很多的当红艺人就因此新闻被娱乐圈抛弃 作为公众艺人谨言慎行 为大家做榜样才是需要记住的 好了本期视频